极空间作为内地知名的NAS品牌 目前也有了苹果的App TV客户端 它应该是目前唯一一个支持TVOS系统的内地品牌NAS 由于目前还处于测试阶段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通过TestFly来安装 今天就随我来一起看看 极空间TVOS第一版到底完成度怎么样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宝 打开极空间的APP 提示我们需要通过极空间手机端应用扫码登录 一顿猛操作以后我们进入到应用的桌面 UI界面看起来有点Android的既视感 目前仅仅只开放了极影视这个功能 期待后续可以支持极相册 这样也复合在App TV上的体验 主编为播放记录 目前以独立入口的一个方式 提供在桌面 我猜测正如我前面提到的 后续有增加其他功能的一个计划 所以在桌面就没有直接呈现极影视的播放记录 我们需要单独点进去 看来极空间这个APP从一开始就没有走Infuse的套路 但鉴于TVOS本身的一个封闭 后续除了极相册还有极音乐 也大概率几乎是一定会有的 而其他功能就不太好说了 但目前来说还是有点多余 例如进入到极影视 左边栏是具体分类 首页同样有播放记录 而下面的部分为最近新增的内容 在全部这里面可以根据不同条件 快速的一个过滤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比如找到杜比世界或者是杜比全景声 另外剩下的就是电影和电视剧的快速入口了 这个没什么好多说的 好我们还是来看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海报墙 整个给我的观感还是很不错的 在名称下面还可以看到文件具体的音视频信息 还可以点击简介来看看具体的一个详情 匹配的文件也会在这里展示 如果是聚集的话 这里就能看到所有的文件 我们点击播放一个文件看看 暂停以后还能看到该文件的一个详情 分辨率 码率 包括帧率和采用的封装格式 都有 这个很好 我非常喜欢 如果要调出其他信息 目前应该有bug 不能通过遥控器的触摸板触发二级选担 只能点击遥控器的方向键 上下左右都可以 而一旦触发成功 又可以使用触摸板来控制焦点 好 看聚集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快速选择单集 在字幕方面还不支持在线搜索 除了文件内置的字幕以外 还可以支持本地的外挂字幕 同样 需要把字幕文件和视频文件 放到同一个文件夹内 并且是同名 如果有多音轨的话 这里可以选择 仅仅是支持画质选择 在马流这里有给到多个选择 但我个人觉得有点多余啊 本地播放的话 直接给原画就好了 谁会人为去降低画质呢 旁边的声道目前没有可以操作的 最右边的更多 除了最后的视频信息以外 里面的功能目前都无法使用 应该还是没有完成 如果需要拖拉近度 遥控器方向键触发选担以后 可以用触摸板 如果你的内网速度没问题的话 很湿滑 非常的流畅 在播放双杜比文件时 虽然不能正确激活杜比世界和全景声 视频会以SDR播放 但至少是颜色正常了 不会和其他除了Infuse以外的播放器 产生严重的偏射现象 完全不能看 另外我也试了试这个120帧 H265的文件 意外的非常流畅 比起之前Infuse播放要太多了 这个给个好评 如果自动识别的原数据不对 这里也是没有入口给我们修改的 只能到手机版中修改信息并同步过来 还有蓝光圆盘文件 也是可以正确识别并播放的 仅是在这一点上强过多数播放器 最后来说说文件的刷新机制 在App TV上是没有任何可以支持刷新的地方 如果你的媒体库文件夹有新增文件的话 你需要在手机APP及影视中重新扫描 这样的话App TV上才可以同步过来 这一点后续的版本应该会改进 好 总的来说 极空间TVOS版已基本上可用 毕竟是第一个测试版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也是推出Testfly App的主要原因 需要大家一起来发现问题 提交bug尽快迭代更新 内地NAS品牌支持TVOS系统 极空间卖出了第一步 其他品牌会不会跟进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小鹏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